我的亲生父母都活着 可是我却没有爸爸妈妈 五岁那年 亲生父母为了拼个儿子 把我送给了舅舅 从那天起 亲生父母说 别叫我们爸妈 舅舅舅妈才是你爸妈 舅妈反驳 你又不是我生的 瞎叫什么 于是五岁的我 变成了没有父母的孩子 柠檬温馨提示 视频有点长 记得换WiFi 喜欢的宝子 关注收藏加转发哦 再动动你们可爱的小手点点赞 五岁生日这天 生父母收了五百块 要将我送给一对 生了傻儿子的夫妇 好在舅舅连夜赶到 将我护在身后 我家两个都是小子 三妹就给我当女儿吧 那时我还没有大名 跟村里其他人家的 第三个女儿一样 换做三妹 后来 舅妈曾无数次跟我说 要不是你舅舅 你就要嫁给那家傻儿子了 你长大 一定要孝顺你舅 晓得不 舅舅请村里的老人 给我取名 送刘珠 他期盼我能成为 流光一彩的珍珠 可实际上 我只是平凡普通的卵食 舅舅很好 可舅舅很忙 他每天要开着拖米的拖拉机 去各个村子里 给鼓舞脱鞘 早上五六点就走了 有时半夜八九点才回家 舅妈很凶 总是板着一张脸 大哥那会十三 正是叛逆期 基本不搭理我 二哥比我大两岁多 扯我头发 拽我衣服 还往我被子里放死老鼠 我天天盼着下雨 这样舅舅不会上工 有他在 我才感觉那是家 没多久 舅舅送我去读学前班 舅妈脸拉得很长很长 你带回来给口饭吃就算了 还要费钱送他读书 你是钱多得花不完哦 舅舅陪着笑脸 村长说了 小孩都要读 不然犯法的 舅妈依旧骂骂咧咧 我搅着手一言不发 恨得得自己是个笼子 舅舅低声下气 好了吗 别当着刘珠的面说这些 舅妈狠狠摆我一眼 进了厨房 很快里面传来 砰砰砰的声响 舅舅将我拉过去 奔声细语 你舅妈就是脾气大 心不坏的 留住你以后懂事点 多帮他干点活 他会喜欢你的 放学后 二哥跟一群小伙伴 打蛋猪打直办 我则飞奔回家割猪草 你们不知道吧 现 再卖十来块一斤的水芹菜 那时田耿边大片大片都是 猪都吃腻了 割完猪草 我得帮着煮饭摘菜 等舅妈回来 炒炒就能吃 一到周末 我还要洗全家人的衣裳 装衣裳的桶 比我半个人都高 那时田地里有干不完的活 种红薯 翻红薯藤 种花生 蛇花生 插秧 拔草 打药 双抢 舅舅成天在外面 这些活大部分就落在舅妈的身上 他干活回来累得半死 大哥叛逆顶嘴 二哥上房接瓦 如今想想 他的坏脾气也理所应当 小孩瞌睡大 很多时候舅舅回来 我都睡着了 早上一醒 我会摸摸枕头下 棒棒糖 滑滑丹 酸梅粉 这是舅舅独度给我的宠爱 这天我一摸 是空的 正式失落 舅妈推门进来 他脸色沉沉 举起手里的棒棒糖 问 你哪来钱买的棒棒糖 你是不是偷东西 我抿着唇一言不发 他气坏了 小时偷真 大来偷金 我非要狠狠打你一回 让你尝尝记性 他拿起墙角的竹叶扫把 往我身上抽 这时 大哥吃好早饭要去上学了 他站在门口 便生气得嗓子满满不耐烦 你是哑巴吗 那是爸给你的 你为什么不说 那天晚上 我听到舅妈低声哭泣 我跟了你这么多年 也不见你 给我买点糖啊果呀的 你现在对他倒好 舅舅温柔解释 我赚的钱都在你手上 你要买我也从不说你 那能一样吗 好了 小声一点 别让孩子们听笑话 隔壁声音渐巧 舅舅轻轻推开我的门 我哽咽道 舅舅 你以后不要给我买零食了 他帮我把文章拢了下 大人吵架 跟你没关系 你睡吧 后来 舅舅带的零食就是双份的 我一份 舅妈一份 二哥嗷嗷叫 我也要 舅舅一巴掌拍上去 你一个男娃 吃蚝子灵嘴 舅妈一样怪气 我还是托外甥女的福 要不然没这待遇 但她叼着棒棒糖 在婆娘们中就换了面孔 喜笑颜开道 我家新城还把 我当新被子 天天都买糖吃 你们说她是不是浪费钱 一年多后 生母总算愚愿以偿 生了个男孩 舅舅舅妈带我去吃满月酒 舅母家的东西 几乎被寄生扮的人搬空了 椅子都是找邻居家借的 但她满脸喜气 总算生了个儿子 看谁还敢在背后 搅我舌根 表弟已经取了名 叫张伟 她又黄又黑 脸上还有很多绒毛 活像是一只猴崽子 我不懂 为什么还被夸可爱 我几乎本能地叫了一声妈妈 生母的笑容 马上停在脸上 别乱叫 现在舅舅舅妈 才是你爸妈 小的不 舅妈皮笑若不笑 她又不是 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 也别喊我妈 所以 到底谁才是我爸妈 最后是舅舅拍拍我的背 找用姐姐问完去吧 客人们都被招待甜酒鸡蛋 他们碗里都握着两个鸡蛋 我的碗里 只有稀拉拉的糖水 如从小到大的无数次一样 生母道 家里鸡蛋不够 再说 小孩子吃太多鸡蛋不好 厨房灶上火快灭了 你快去帮着烧一把 我当时觉得哪里不对 却又说不上来 小小的我 还不知如何去反抗父母 这样的权威 后来是舅妈到厨房 将被火烤得满头大汗的我拎起来 她揪着我耳朵 特意给你买的新衣服 你跑到这里玩火 来做客都不老实 她嗓门很大 生母很快被吸引过来 她面色尴尬 是我让三倍烧火的 舅妈松开我 面色淡淡的 哦 那好吗 她是你女儿 以后还是留下给你烧火 生母脸色微变 赶紧道 我就是让她搭把手 都已经送给你们的姑娘 哪有要回来的道理 两人你来我往 将我像物品一样推脱 最后胜负来了 她拉长脸 嫂子要是不收 我还是把她送到张麻子家去 还能收五百块钱 正好给小伟买奶粉盒 回去路上 舅妈一直在说我 到底还是亲生的 不给蛋吃 也愿意给他们干活 你再关于我们自用 他们还不是像丢垃圾一样 把你丢了 三个女儿 独独不要你 嘖嘖 我坐在自行车前杠 夏日的热风兜头 往我眼里钻 愣了我眼睛又酸又涩 从那天后 我有舅舅舅妈 有姑姑姑父 却独独 没有了爸爸妈妈 舅妈平时倒也还好 只是每到开学时 她脾气就格外暴躁 那会义务教育已经普及 可读书还是要交钱的 三个孩子一起读 对于农村的父母来说 压力巨大 舅舅总要花点时间 说服她继续让我读下去 每到暑假 生父母会邀请我 去住一段时间 我想拒绝 舅舅会说 他们毕竟是你爸妈 也是想你才喊你回去 生父母家 只有一个三叶掉扇 夏天天热 一大家子 便把凉席铺在水泥地面睡 我睡在最外边的角落 几乎感受不到风 只能闻到满屋子的汗臭味 他们也并非想我 是暑假双抢家里活多 抓我回去帮忙 对外却还要做面子 三妹是客 不能让她下地干活的 的确是不用去田里收稻子 我得在家洗衣服 做饭 喂猪 晒骨子 双抢结束 他们又忙不迭把我送回去 不能住太久 不然你爸妈要寒心 每次回去 舅妈都要阴养我至少半个月 日子疏忽而过 小学四年级的暑假 大哥中专毕业 去厂里上班了 地里的稻子已经金黄色 垂下了重重的头颅 生母一大早 骑着自行车来了 三拜放暑假了 我接她去我那里玩几天 舅妈拉着脸不说话 舅舅笑了笑 那刘珠你去收拾几件衣服吧 生母笑呵呵的 不收拾也没事 她两个姐姐都有衣服 趁着舅舅舅妈不在 生母拉着我的手低声道 你留在舅舅这 不得让你下地 跟我回去 不用晒太阳多好 舅妈端着凉茶从厨房出来 看到了这一幕 我甩开了生母的手 我今天要留下来帮忙 你这孩子怎么不识好歹 生母说着伸手紧紧抓住我 我还能害了你 舅妈快不上前 一把扯过我 刘珠不想去就别勉强 放寒假时再去你那玩吧 这年暑假 我陪着舅妈收稻子 村里人都打去 哟 头一回看到刘珠夏田 舅妈大嗓门 养她几年 帮我干点活不是应该的吗 从那以后 我暑假没有再回过生父母的家 舅妈纵使对我没什么效益 可每到过年 都会为我添一身新衣 不像生父母 那五年 我从来都是穿两个姐姐剩下的 小裤破了好几个洞 都不给我换新的 谁好谁坏 我还是分得出来 我小学毕业那年 二哥考上一中 大哥打了两千块回来 说是给二哥当学费 他在厂里工作辛苦 工资也不高 两千块不是小钱了 那年他满了二十 舅妈开始着急给他娶媳妇 大哥总说不及 夜深人静 舅妈跟舅舅哭诉 家里要啥没啥 还有两个读书的 哪有姑娘看得上 他该不会打一辈子光棍吧 舅舅宽慰他 还小吗 我不是也二十三才 跟你结婚 小什么小 他同学现在孩子都两个了 二哥高中是寄宿 他长大后 性子稳重了些 那会非主流正流行 每到放学 校门口总是有那么一群 染的黄头发 耳朵上全是耳钉 眼圈飞漆漆的男男女女 我一般都绕着走 但十一前最后一天 我打扫卫生走的晚 领头的女孩拦住我 他嚼着口香糖 拽着我头发 问有没有钱 我使劲摇头 那把你这辫子剪了吧 也能换点钱 他拖着我往旁边的理发店走 就在这时 一道洪亮的嗓门响起 您干嘛呢 二哥骑着自行车 风驰电掣而来 一个绞杀 在我面前停下 你八弟扬起一层灰 他很凶 还不松开我妹 回去的路上 他一直训我 你反抗呀 你喊啊啊 替啊打呀 别任由他们欺负 训到一半 他又叹口气 算了 还是别反抗 辫子还能在场 人比较重要 第二天 他带我去找他初中同学 一个胖胖的 满是纹身的黄毛 也经常在我们学校门口活动 从那天开始 哪怕我从他们面前过 也没人拦我 到了初三 婆娘们开始议论我了 刘珠初中快毕业了吧 你舅舅舅妈 这几年养大你不容易 到时候要孝顺他们晓得不 他们也会跟舅妈说 刘珠长得漂亮 性子又乖巧 明年就能出去赚钱 到时候你老大财力 钱不就有了 舅妈大声道 这些年我没亏待过他 孝顺我们也是应该的 小学时 舅舅上门打米的生意很好 可现在好多村里 都有电动打米机 村民们会自己用三轮车 拖了道子去打米 随到随打 便宜又方便 舅舅的打米车也有年头了 三天两头就坏 生意一年不如一年 二哥念高三了 成绩不错 也往考的好大学 舅舅一方面很高兴 另一方面也为他的学费 生活费发愁 我想 我应该会跟生母家的 两个姐姐一样 初中毕业后就进场吧 然后过个一两年 像一个彩礼出的高的男人 嫁人生子 因为存了这念头 其中考试我成绩都下滑了 舅舅拿到成绩单 狠狠拍下桌子 你说就是这么读的 退步了二十多名 你这样连考一中的资格都拿不到 那时乡下初中考一中 不是你想考就能考的 根据学校往年的录取人数 会分配一定的名额 我们学校一般是三十个左右 反正初中毕业就要去打工 舅舅瞪大眼睛 你听那些婆娘们乱说 只要你考得上一中 我砸过麦铁也送你去读 我瞟了舅妈一眼 她阴阳怪气 看我做什么 我们家里舅舅当家 这就是默许了 我眼睛一下就红了 哽咽到 我会好好读的 那天之后 我几乎是投悬梁追刺鼓的学习 成绩也迅速回升 家里的活 舅妈也不怎么让我干了 她没个好气 对你舅舅知道我使唤你干活 又要骂我 我这不是养外甥女 我是养了个公主 二哥高考结束 分数不错 考了个省内的985 舅妈那叫一个扬眉吐气 脸都快笑弯了 我也顺利拿到了考试资格 考一中要去县城 老师带队住宾馆 吃饭住宿都是钱 我们订的宾馆 大约许久没住人了 被子都是没位 夜里天花板有老鼠在爬 一晚上稀稀苏苏 我几乎都没怎么睡 考试结束回到村 我脸色煞白 舅妈嘖嘖 看这样子是没戏了 好几个同学 邀我一起去广东打工 有热心的婶婶 还给我介绍对象 舅舅说再等等 成绩出来再说 很快到了我16岁生日 这天生母上门了 她还在镇上买了个小蛋糕 我还以为她是心里有愧 在补偿我 没想到九族饭饱 她到处来一 三妹初中毕业 也满16了 我给她看了一门好对象 给她男的25 之前出了车祸 走路有点一拳一拐 但彩礼钱能出到15万 2007年 小乡村里的15万 是一笔不小的钱了 生奴满面春风 之前到时候我们一人一半 流光的大学学费生活费 不就都有了 反正三妹也考不上高中 去打工也不知道 要几年才能赚到这个钱 她就当着我的面说这些 如多年前一样 把我当一件奇货可居的物品 我气得脸色涨红 生母还在眉飞色舞 三妹 虽然对男人脸瘸 但是条件很好的 非常车祸 她拿了几十万台上款 你嫁过去就是好日子 我生了你 还是要为你打算顾 我咬着牙 我会考上的 生母吃笑 算了咯 你小时候不知道多蠢 一到二十都数不清 考得上一中才怪 你是我肚子里爬出来的 你几斤几两重我还不知道 我的确蠢 我竟然以为 对于送走我 她会良心不安 眼泪滚落 我大声吼 考不上一中我就去打工 我才不嫁人 你五岁就不要我了 我赚钱给就妈也不给你 正是情绪爆发 家里的坐机响了 是班主任打来的 宋刘珠中考成绩出来了 她停了一下 我的心高高悬起 然后听了她说 你考上了 我们学校考上十个 你是第二名 额头热汗鼓鼓而出 我伸手一擦 发现自己竟然哭了 舅舅抢过电话 又问了一遍 得知成绩后 她连连点头 太好了太好了 感谢老师栽培 感谢感谢 舅妈不知何时也凑了过来 贴在话筒背面听完后 盯我一眼 你回来脸色煞白 我还以为没戏了 生母表情正正的 难难道 从一到二十都数不明白 还考上一中 她眼珠子一转 一个高中生 一个大学生 你们怎么攻得起 要我看 还是让她嫁得好人家算了 二哥一直在隔壁睡觉 她一向不喜欢生母 此时猛地拉开门 她现在是我妹妹 是嫁人还是读书 跟姑姑你有什么关系 我的学费可以贷款 生活费可以自己赚 不用她牺牲 你知道考虑中有多难不 刘主不知道 吃了多少口才考上了 你说不读就不读 舅舅装模作样训斥 刘光 怎么能这么跟你姑姑说话 没礼貌 那会亲戚间就是如此 局语不断 可明面上极少似破脸 生母脸色红红又白白 我深吸一口气 缓缓道 姑姑 就算我要嫁人收彩礼 钱也是给舅舅舅妈 你已经把我送出去了 都能再骂我一次吧 生母被气走了 一路骂我白眼狼 还说舅舅舅妈花钱送你娃读书 肯定是脑壳烧坏了 舅妈晚上杀了一只下蛋老母鸡 给我夹了大鸡腿 吃吧 记得以后彩礼钱都要给我 村里的婆娘们也劝舅舅舅妈 儿子读大学要那么多钱 还费心费力养别人家的姑娘 别到时候竹篮打水一场空 亲生类子都不一定送去读书 以外生也正上心 录取通知书上附有费用清单 一开学就要交学费 住宿费 杂费 共计一千八百 舅妈的脸黑得像是锅底 我去哪里给你搞这些钱 你以后工作 工资要全部上交小德波 二哥的学费可以贷款 生活费还是要准备的 穷的时候 一分钱都难死英雄好汉 舅舅四处筹钱 有人说 找你家老大要点撒 舅舅干笑几生 送子你读书是父母的责任 又不是他当哥哥的责任 我们没钱 只让他娶媳妇建房子 已经是对不起他了 二哥去县里给人做家教 顺便在网吧打工 晚上就睡在网吧的沙发上 可以省房租钱 我也想出典礼 正好这天 村里来了收头发的 我头发又浓又密 留了五年 快到后腰那么长了 讨价还价后 八十块卖了 我拿着钱满头大汉跑回家 舅妈正好从地里回来 我把钱递给她 舅妈 我把头发卖了 卖了八十块钱 舅妈擦擦手 撸了几把我的后脑勺 哪个杀千刀的 把你头发剪这么短 没关系的 舅妈 她还会再长 而且你不是总说 我头发太长 掉在家里到处都是 我带你去理发店修一下 太丑了 不用了 舅妈你拿剪刀 给我随便剪剪 别浪费五块钱了 那个傍晚 红霞漫天 舅妈进来新剪子 给我修头发 一边修一边骂 先骂收头发的不是个东西 又骂我是个蠢货 任由别人乱剪 骂着骂着 她声音低了 以后你这头发还是流起来 新妹子当然是长头发好看 家里不缺你这八十一百 二哥回来 看到我大辫子没了 气得半死 你干脆剪个平头算了 这发型从背后都分不清男女 生母知道后也骂我蠢 你头发能长那么多 至少可以卖一百五十块钱 高中三年 我头发一直也没留长 因为短头发更好打理 不用浪费时间和精力 后来是大哥赚了一千块回来 解了家里的燃眉之急 进了高中我才知道 人与人是不一样的 很多同学暑假就上了补习班 提前学过高中的内容 他们轻松跟上老师的进度 而我却像是年迈的老黄牛 吭哧吭哧往前赶 老师更多的是照顾优等生 不会顾及我们这些差生是否理解 一个月下来 我的自信心几乎土东瓦解 十一时 二哥回来了 我抓住机会问他提 问着问着 情绪就低落下来 学不完 根本学不完 二哥放下手里的笔 刘朱 我刚念高中时 也跟你一样 觉得自己蠢 有很大的落差感 我什么都想学好 想证明自己 后来我才知道 学习也该有所侧重和舍弃 他告诉我 到了高二就会文理分班 学理科的 文科科目基本不会接触 只要同考及格就行 所以我完全可以从现在就做选择 先人一步 提前夯实基础 理科相对好就业 文科记忆性的东西多 更适合女生 你自己选 那个夜晚 繁星万天 二哥说起过往 轻描淡写 可他当初一个人翻过这些高山时 一定千难乱难吧 如今他握有明灯 马上回身来指引我 希望我能少走弯路 我决定 原谅他小时候 在我被窝里放死老鼠的事了 我想好就业 我想多挣钱 所以我选择了理科 放弃了历史 政治和地理 因为科目少了 我的精力更集中 学下压力要小了很多 也能明显感觉自己的进步 但其中考试排名 我在班级四十多 因为文科太拉胯 将总分拉低 生母得知我成绩后 嘖嘖道 我早说了 他不是读书的料 这个成绩 怕是只能考三等吧 村里人也道 送达米家里的钱 肯定是用不完烧的荒 刘才到现在还没结婚 他们倒是不急 怎么不急 舅妈都快急死了 他思来想去 觉得还是家里条件太差了 高一那年的寒假后 舅舅也跟着包工头干活了 工地上任晒雨林 几乎没有休息很辛苦 但一个月有三千来块 比达米赚钱多了 舅妈则在工地上给人煮饭 除了工资之外 她还能减点废体丝之类的 算下来也有近两千的收入 舅妈把我的生活费涨到了三百 你二哥那时候才点二百五 等你工作了 这钱要五倍还给我 知道不 知道了知道了 相处这么多年 我渐渐摸清她的脾性 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高二那年寒假 大哥总算带了个女友回来了 舅妈落坏了 张我结婚的事 可那女孩要求十万彩礼 在县城还得买套房 这大大超出了舅舅舅妈的能力 舅舅坐在屋檐下 抽了整整一包芙蓉 漫天飞雪 明明那么轻盈 落在她肩上 却重弱万军 压忘了她的脊梁 生母又有话说了 你们要是听我的 不送刘珠读书 让她嫁人 现在也能娶上媳妇了 她又给大哥出主意 你先把她肚子搞大 有了孩子一分钱不要 她也会嫁给你的 那会村里有不少男人 就是这么结婚的 好脾气的舅舅第一次发了火 你闭嘴吧 以后我家里的是你少掺和 生母慢慢咧咧走了 我都是为你们好 不是好人心 这门婚事最后没成 大哥很违靡 直接辞工了 舅妈很伤心 头发都白了好多 大哥辞工后签了网线 买了一台二手电脑 村里的唾沫星子 快把我家埋了 一说舅舅舅妈猪油蒙了心 养我这一枚出息的外甥女 结果把儿子搭进去了 二说大哥彻底废了 不赚钱 天天窝在家里玩电脑 舅妈四处托人给大哥相亲 可十里八乡的 一听家里的情况 纷纷拒绝 舅妈担心大哥想不开 工地的活也不去干了 大哥白天睡不醒 到了晚上则键盘敲到飞起 舅妈实在忍不住 劝他 女娃还会再有的 你要振作 不能整天玩电脑 我不是玩电脑 我是在写小说赚钱 大哥说 在流水线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 他要做点有前途的 舅妈不信 我想探探 大哥写什么小说 大哥不肯 这不是你戏妹子看的 我也将信将疑 也是很久以后 我才知道 那时网络监管没现在严格 大哥写的是猜片小说 爆竹生生辞就岁 转眼又是一年 我还有半年 就要高考了 高二分班后 我进了理科重点班 丢掉拉胯的科目后 我的排名直线上升 文理分科时 我排在年级98 高二第一期期末考 我排在76 高二学期末 我排62 高三的第一期期末考 我排年级55 越往上走越难 稳住不后退 已经要咬紧牙关 想要再往前一步 更是感觉 要突破无数皮筋的束缚 我时常觉得自己再也无法精进 年夜饭桌上 二哥宽慰我要放平心态 你只要稳住这个分数 考个末留985没问题 这已经很优秀了 有时候压垮我们的 不是外面的秤妥 而是你心里那根沉重的稻草 那天晚上 天天玩电脑的大哥 坚持给我500块压碎钱 留珠拿去买糖吃 其实 我早就不爱吃糖了 我与大哥相差八岁 从小相处并不多 或许 他记忆里的我 始终是那个偷偷躲起来 吃舅舅买的零食的小女孩吧 就挖四处跟人说 大哥用电脑写小说 可以赚钱 可没人信 没听过玩电脑 还能赚钱 是的 好歹是个中专生 我儿子初中毕业 他还看来是废了 以后怕是会成没人要的老光棍 这年初二 生母寻惯例回娘家 他将我偷偷拉到一边 塞给我100块 这是给你的压岁钱 好好收着 别让你舅舅舅妈知道了 拿去买几件漂亮衣服 买点好吃的 我扔回给他 我不要 再说100块 买不了你说的这么多东西 生母脸色尴尬 后来 我偷听到生父问他 你把压岁钱 给那个赔钱货干嘛 生母道 你懂什么 他万一考上好大学 现在打好关系 以后他赚钱了 不帮小伟一把 听听 这是人话吗 正月初六我就开学了 学习越发紧张 现在回想那100多天 似乎是一眨眼的事 可身处其中时 时间好像无比漫长 那些怎么都做不完的试卷 让我有一种错觉 高考永远都不会来 然而他还是来了 明明才6月 天气却一场温热 考场外的树梢上 缠鸣声不断 我想起4岁那年 大姐带着我一起去捡蝉退 这玩意能入药 可以换钱 捡着捡着我们就走散了 夜色清袭 林间暗淡 我一边哭喊 一边摸索回家的路 不知摔了多少跟头 才总算从秘密里走出 跌跌撞撞进了村 远远地看到了家 堂屋的灯亮着 生父生母和两个姐姐正在吃饭 一人站去桌子的一边 满满当当 如此和谐 好像我 本来就是不存在的 老天爷打盹了 给我安排了错误的位置 错误的家人 好在瞌睡过后 他修正错误 把我放回舅舅家 舅舅舅妈和两个哥哥 才是我命中注定的家人 为了他们 我一定要考出好成绩 考试那几天 我感觉自己 像是蓄得满满的一池水 哗哗哗地往外放 等四场考试结束 所有的水都放完了 身体空空如也 连灵魂也像是飘在空中 空虚无比 我茫茫然从考场走出 听到一声熟悉的呼喊 流珠 我抬头 在几百个等候的家长中 一眼看到了舅妈 日头西斜 落在她斑白的头发上 她额头上全是汗珠 抬起胳膊朝我招手 我飘荡的灵魂 一下落在了石处 啊 原来有一根看不见的线 牵着我 纵使天涯海角 亦有所牵挂 舅妈骑摩托车 带我回村 叙叙叨叨的 我跟你舅舅 为了供你读书 受了多少闲话 吃了多少苦 你以后要是不孝顺 要遭天打雷劈小的步 夕阳落幕 光芒万丈 我搂住舅妈的腰 脸缓缓贴住她后背 亲身回 知道了 舅妈不再说话了 只有夏天的风 送来她衣服上洗衣粉的气味 出城镜那天 舅舅请假回村 舅妈起了个大早 从早上五点多到中午十二点 她一分钟都没停 嘴里也絮絮叨叨 同样的话翻来覆去说十几遍 总算到了点 大哥打开查分的网站 输入证件信息后 跳转的那十几秒 屋子里真落可闻 语文一百十五 数学一百十三 英语一百三十九 李宗二百五十一 总分六百三十八 那一年 李科的一本线是五百六十七 跟我平时的成绩差不多 算是稳定发挥 那一刻 舅妈红了眼眶 村里一群没见识的婆娘 我倒要看她 谁的女儿能给我外甥女友出息 那个下午 她带着草帽在村里窜 见个人就唉声叹气 留住考了六百三十八分 又要供她读大学 好烦躁嘞 综合班主任和二哥的建议 我填了二哥隔壁的那所九八五 舅妈坚持给我办升学宴 她美滋滋的 这些人有点屁事都办酒 我们家这么大的喜事 还不办咯 到时候你一定要告诉所有人 以后你会孝顺我跟你舅舅 气死那群嚼舌根的婆娘 宴席开了十二桌 村子里婶婶大娘变了嘴脸 艳羡之声不绝于耳 你这个外甥你没养错 你们夫妻养出两个大学生 真的厉害 留住一看就聪明 我早就说过他考得上 等他们两个毕业了 你们夫妻以后的日子 不晓得多好过 你舅舅舅妈 就是你再生父母 你以后一定要孝顺 气氛正是热烈 喝了几杯啤酒的生母 一把握住我的手 她眼眶通红 满脸疼惜 三妹 你能考上大学 妈妈真是太开心了 你这聪明镜 跟我一模一样 妈妈早就知道你考得上 她妈撒着我的手 妈妈当初为了生弟弟 不得已把你寄养在舅舅家 其实我一直好挂念你 早就想把你带回家 又怕影响你的学习 你是妈妈生的 我们一家人还是要在一起 今天你好好谢过舅舅舅妈 这么多年的照顾 以后就不麻烦他们了 你跟我回家 她拽过一旁大吃大喝的表弟 小伟 快喊你姐姐一起回家 张伟瞟了我一眼 又不是考上清华北大 没什么了不起的吧 大姐拉着两个女儿 挺着大肚子也过来了 三妹 他们是你亲生爸妈 你为人子女 可不能记仇 以后咱们一家人团团圆圆的 我脑瓜子气得嗡嗡响 我知道他们下线低 没想到可以不要脸到这种程度 更搞笑的是 还有人附和 养是恩 生也是恩 你是大学生 以后出去大着呢 两边的父母都要孝敬 生骨皮笑肉不孝 当然要记得 舅舅舅妈的好 但要是我没带你生下来 你也不会有今天 主要还是要记得 我和你爸爸 他伸手拉我 我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 我一把就甩开了他 姑姑 姑父 我记得 当初把我送走的时候 你们说以后 再也不是我爸爸妈妈了 这么多年 你们从来没问我的学习 没给我出过一分钱的学费 没给我买过一双袜子 一件衣服 我初中毕业那年 你还想卖了 我换彩礼钱 这十几年都是 舅舅舅妈在养我教育我 我说着 说着都哽咽了 我高中三年 舅妈一身 新衣都没买过 现在我考上大学有出息了 你们跑来认我了 你们打的什么主意 你以为我不知道 我身到拔高 你们想着 现在对我好点 等我毕业赚钱了 就趴在我身上吸血 让我替你们养儿子生生 做梦 想得美 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们 生父气死了 抬手就要来打我 你个小杂种 老子是你亲爹 谁教你这么跟我说话的 舅舅舅妈和二哥上前 一把拦住他 沉默寡言的大哥 则一把将我拽到身后 生母忍着不快陪着笑 小伟是你嫡亲弟弟 你帮帮他也是应该的 妈妈当年是不得已 现在向你赔罪 好吧 说着 他进屈膝要下跪 今天他要是跪下去 我的名声就彻底臭了 村里人肯定会到的绑架 让我认祖归宗 以后我再也甩不开 这恶心的一家人 我气得眼珠子通红 恨不得一刀把这恶婆娘给剁了 就在这时 舅妈冲上去 一把薅住了妈妈的头发 跟她滚成一团 宋春华 你少给我来这趟 看在刘珠的面子上 我刚才一直忍 但你实在是太不要脸了 你把我给你哥盗了紫园大头 千辛万苦替你养大了女儿 到了摘果子的时候 你就想当回家 做你的春秋大梦 刘珠以后的彩礼钱 都要交给我 赚的工资也是我的 老娘养了她十几年 这是我该得的 你要把她带回去也可以 你一次性给我十万 这女儿我就还你 吃瓜群众们 此时反应过来 纷纷上前拉开两人 舅妈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 嫁到宋家来累死累活这么多年 以前老太太欺负我 现在小姑子算计我 她哭嚎着 这些年为我的付出 七岁那年我高烧晕厥 大冬天她打赤脚抱着我 狂奔无礼地去找村医 十岁那年下暴雨 她去学校接我 回来的时候涨水 她背着我差点被洪水冲走 腿上被树枝刮了伤 现在还有一个吧 初中那几年 她会在工地上 大周五十二点 太阳火辣辣 她带着草帽去捡兵子卖废品 我挖心挖蛋养大的妹子 你说带走就带走 这日子还有什么过头 我不如去死 众人大惊失色 唯一是脸色煞白 大家一边安抚舅妈 一边七嘴八舌指责生母 你这个婆娘没良心 要逼死你嫂子 你才舒服是吧 这十几年你没养过刘猪 没操过心 贫毛子要回去 你要真的在乎她 这么多年 有的是机会带刘猪回去 生母还是不甘心 她是我亲生的 我还是舍不得 放屁 是舅舅 她气红了脸 是舍不得她的人 还是舍不得她以后赚的钱 你自己心里有数 你要是再这样算计 以后这里也就不是你娘家了 生母脸色一僵 不敢置信看向舅舅 舅舅脾气好 且大了生母好几岁 对她一直很包容 生母舔了舔嘴唇 将最后一丝希望寄托在我身上 三妹 过去都是我错了 我如今任你回去 也是想给你舅舅减负担 我跟你爸爸负责你大学生活费 你大哥完电脑不赚钱 二哥又还要考研究生 你舅舅舅妈负担好重 我吃笑 那学费呢 生母善善 学费不是能贷款 你看 她把一切都算计得明明白白 一个月几百块的生活费 就能换一个大学生女儿 下半辈子当牛做马 多值 大哥皱着眉 谁说我不赚钱 你们等一下 说着 她从卧室拿出一个书膏 从里面掏出五叠 整整齐齐的百元大钞 就这样随手扔在 涂着红色一次性塑料桌布的团桌上 酷酷的说 刘光 你放心去考研究生 刘朱 你大学学费 生活费 归我负责 五万块 可不是小钱 满场寂静 生母看着一桌的红票子 狠狠吞了下口水 舅妈拿起钱摸了摸真假 正正发问 你哪来这么多钱 大哥怂怂肩 我早跟你们说过 我写小说赚钱的呀 大哥还给舅妈交过生活费 可舅妈以为 是她打肿脸充胖子 交的是以前在厂里工作存的钱 舅妈眼泪刷了就下来了 好好好 弟弟妹妹读书不关你的事 这钱我给你存着 以后买房娶媳妇 她把钱都收起来 生母眼珠子 就一直跟着钱跑 舅妈往礼物走 生母也跟上去 陪着笑脸 嫂子 嫂子 我准备给小鬼盖个房子 舅妈停下脚步 冷冷看她 谁是你嫂子 我可没有你这样臭不要脸的妹妹 这钱是留财的老购本 任何人也别想从手里抠走一份 估摸着舅妈已经将钱锁好 我推门进去 她正一边梳头一边抹眼泪 我站在门口 搅着手 对不起 舅妈 她虽然平时大嗓能爆脾气 但实际是要面子的人 她从来不跟人诉苦 更不会撒破打滚 刚才那样的行为 是降了身段的 舅妈背过身 用皮筋绑头发 再回头脸上已经没了泪痕 她凶巴巴地训我 对付你姑姑那样的人 就要以毒攻毒 你跟她讲道理 没屁用 我养你这么多年 你要是耳根子软 不住的留 知道了 哭了子 大喜的日子 她用袖子给我擦眼泪 擦着擦着自己的眼睛也红了 不用哭 我们送家以后都是好日子 他们个个都要羡慕 她摸摸我的头发 高考也考完了 这头发以后留起来 细妹子还是长头发漂亮些 舅妈把房门上了两道锁 带着我重新回到席面 大哥已经被婆娘们包围了 玩电脑怎么赚钱呢 到底一个月赚好多 我儿子初中毕业 也能赚这个钱不 留财 我们娘家有个侄女 今年22岁 大专毕业 好漂亮的 我介绍给你 我也有个外甥女 今年20岁 是个幼师 条件很好的 她1米75 130斤的人 混在一堆婆娘里 显得弱小又无助 婆娘们还在争先恐后 推销自家八番字远的女娃娃 这时 大哥推了推眼镜 一声说 其实我已经有对象了 什么 舅妈平地一声吼 大哥的对象 是她在作者群里认识的 是个业余作者 马上读大四了 舅妈很狐疑 你不会被人骗了吧 她要你买茶叶了吗 我们村之前有个男孩 找网恋对象 买了一百多斤茶叶 花了五六万 最后分手了 所以 村子里的人都知道 卖茶叶的女友不能要 没有 我们试过评见过面顶 我还有她照片 她从钱包里 拿出一张证件照 女孩很干净 笑起来两个酒窝 眼睛亮亮的 婆娘们遗憾不已 仿佛错过了一个亿 可明明不久前 他们还很是瞧不上大哥 觉得贪婪在家里不赚钱 也是很久以后 我发现有个词很适合大哥 社恐 他看上去酷酷的 话很少 其实 是因为他不擅长 也不喜欢跟人打交道 更多时候 他都沉浸在自己的二次元世界里 大学期间 偶然间我得知了大哥的马甲 他是一个乡村文作者 粉丝数还不少 写的是乡村神医 乡村神算之类的 还挺受欢迎的 难怪这么赚钱 宴席结束 生母离开时还假惺惺的 三妹 你别误会妈妈 妈妈还是在意你的 生父咬牙切齿 没良心的东西 当初就应该把你淹死在粪缸里 我微微笑着 可惜我活下来了 还活得好好的 以后还会越来越好 而且 这份好跟你们没关系 生父差点气死 大姐很不赞同 爸爸妈妈也有难处 你也要理解 理解他们 我问他 现在政策允许生三胎吗 他微微叹气 总要生个儿子 不然你姐夫和他爸妈那边没法交代 两个侄女穿着 破旧的衣衫 怯生生的看我 大女儿跟当初的我差多大 我问大姐 四岁那年 你带我进山捡蝉退 后来走丧了我没回去 你为什么没来找我 大姐嘴巴微张 有这回事吗 我不记得了 你看 他们与你刻骨铭心的痛 与你毕生难忘的惶恐 却轻飘飘地说一句 我不记得了 但我记得 我轻声说 我如果留在张家 可能会死在四岁的大山里 死在七岁的高烧里 死在十岁的暴雨中 但我一定 不可能以大学生的身份站在这里 大姐 不要自欺欺人 他们到底爱不爱我们这些女儿 你心里真的不知道吗 又或许 大姐作为长女 是得到过爱的 但我作为第三个女儿 真的没有被爱过呀 大姐走的时候 脸色不太好看 虽然大哥说 可以帮我出学费 可我还是贷款了 他于是 给我买了个智能机 作为奖励 学校就在省会 坐大巴不过两个小时 舅舅舅妈 却坚持要送我去 二哥翻改眼 我当初就报道 你们一个都没送 我就是自己去的 舅舅一巴掌拍在他背上 你一个男娃要送什么 你妹妹是女孩子 跟你们一样吗 其实后来有个词 也很适合舅舅 女儿奴 他对两个哥哥缺乏耐心 但跟我说话 从来温声细语 出发前两天 舅妈买了染发膏回来 刘朱 你帮我把头发染染 你看我的白头发 比黑头发都多了 膏体味道刺鼻 搅拌时我轻声说 不用染 舅妈你这样也很好看 舅妈懒尽自顾 那是自然 我年轻的时候 也是十里八香一朵花 但过几天 要送你去学校 染一下 免得一头白发 被别人家长抵下去 给你丢脸 怎么会呢 舅妈 你是天底下最好的家长 你是天下最合格的妈妈 染完还剩下一些 舅舅正好回来了 他摸摸头 别浪费了 给我也染一下 二哥靠在门边 翻着白眼酸里酸气 两夫妻还打扮上了 宿舍是六人寝 舅妈给我选了个靠里的位置 靠窗户冬天冷 靠门对塘风 半夜说不定还要起来 给别人开门 这个床铺好 护卫的阿姨说 你女儿长得像八宝 跟你倒是不怎么像 舅妈铺床的动作一顿 她是我外甥女 我是她舅妈 肯定不像 阿姨神色一正 似乎好奇 为什么是舅舅舅妈送过来 但却没开口 我走过去帮舅妈 牵住被子脚 语调清晰开口 我是舅舅舅妈养大的 舅舅舅妈就是我的亲爸亲妈 那一瞬 舅妈握住被子脚的手 狠狠抖了下 好几秒后 她重重点头 没错 刘珠虽然不是我生的 但是我狄亲的女儿 二哥本来就想考研究生 但是考虑到家里情况 犹豫不决 眼下大哥给他吃了定心卵 他开始全力以赴准备 他脑子一向聪明 那时考研还没那么卷 相对来说 录取率比高考要高 他顺利考上了这大的研究生 不需要学费 他导师选得不错 每个月跟着做项目 还有补贴 养活自己之外 还有闲钱多买身的礼物 我念大学期间 五十多的舅舅居然跟着人学电工 他把技术学会了 跟着装修公司干 不是点工 是包干 做一家算一家的钱 舅舅人勤快 干活细致 一个月下来能赚万把块 舅妈跟着舅舅四处 有时在超市当理货员 有时去饭店打工 总之也没闲着 一家人的日子 是越过越好了 舅舅想把家里的老房子 推掉重新盖 大哥二哥极力建议 他在县城买房 家里房子以后没人住了 没有任何保持空间 那时舅舅吸着烟 慢慢说 我跟你妈住啊 以后你们回来了 不得有个窝吗 城里再好 我跟你妈的根 也还是在村里 如今村里家家户户 都是楼房 只有我们 还住着老平房 这些年 舅舅舅妈 不知被村里人 取笑了多少次 借一栋新楼房 或许关乎的不只是养老 还有面子和底气吧 大二的寒假 大哥女友要登门了 为了迎接他 大哥带我去县城采购 没想到碰到了他前女友 算算日子 他们分手正好三年 前女友手里抱着的孩子 约目一岁多 天空下了细雪 两人站在服装城门口 就这么闲聊了几句 你现在结婚没 快了 我对象过几天回来我家 还在厂里上班吗 没 我现在是自由职业 在家赚钱 前女友沉默了下 那你出得起彩礼部 大哥笑了笑 我对象说他家不信这个 前女友的笑容如此苍白 那就好 祝你幸福 天太冷 他怀里的孩子闹腾起来 他哄着孩子 大哥与他道别 擦身而过时 他轻声说 留财 对不起呀 进了服装城 空调的热风扑面而来 大哥神色郁郁 我有些不高兴 你怎么不告诉他 你现在赚钱了 打他的脸 是我当初不争气 也不能全怪他 说到底是没有缘分 他跟我谈恋爱那两年 也没给他什么好东西 其实也是受了委屈的 你看他现在的穿着打扮 想必过得也不太好 没必要再打击他了 我想 可能就是因为 大哥能共情他人理解他人 所以才能写好小说 大哥的情路还是挺坎坷的 大嫂是独女 又是大学生 一开始 他家里是不同意的 后来大哥 在省城首付买了房 又买了车 大嫂的表哥 恰好是个网站编辑 知道大哥的名头 家里情况 也与前几年有所不同 舅舅有一门手艺 家里没有外债 二哥是研究生 我也是正经大学生 未来绝不会成为大哥的累赘 而且还能相互扶持 如此几番折腾 大哥终于在30岁高龄 得以修成正果 在村里 没有正经读大学的 早早都结婚了 大哥好多初中同学 孩子都小学四年级了 结婚近婆婆查那天 舅妈哭成了累人 握着大嫂的手 刘才从小懂事乖巧 不爱说话 以后就交给你了 你们两个 把日子过好就行 我跟他爸爸 不用你们操心 大哥叛逆期难会 舅妈说一句 大哥顶一句 要不就是跟大哥说什么 他都当听不见 舅妈肯定忘了 自己那回恨不得拿刀剁了大哥 二哥言三 签了上海的一家国企 年薪很不错 而且工作满年线后 还能帮忙落户 舅妈气死了 那么天远地远的 以后还能靠到他吗 这个儿子是白养了 他从小就调皮 跟花脚猫一样不着假 果然 现在走到天边去了 二哥拿起手机 要不我打电话 跟对方说不去了 舅妈一把抢过他手机 你发什么神经 那么好的单位 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去 我想早早毕业工作回报家里 但大哥二哥都鼓励我考研 现在等科学力也不算高了 你要是毕业后再考研 就没那么容易了 爸爸妈妈有我们 要你一个妹子操什么心 舅妈哼哼 你先去考 又不见得一定考得上 我问万一考上了呢 考上了就去读 读研究生又不收学费 我跟你舅舅身体还好 管自己没问题 生母爱又连天 还要读研究生 再读下去得26了吧 到时候都是老姑娘了 还嫁得出去吗 我看还是早点出来 工作赚钱是正经 我朝她翻了个大白眼 我读不读书 嫁不嫁人 关你屁事 专业老师是二哥 帮我四处问人选定的 我早早就跟他联系 最后也如愿以偿 成了他的学生 也因此认识了梁成 我的师兄 后来的男友 研究生毕业后 我们一起留在了省城 其实外地有更好的机会 可是我不想离舅舅舅妈那么远 工作两年 结婚提上日程 那时 舅舅的背已经弯了 舅妈的头发 也没剩下几根黑的 梁成知道我的身世 我们一起攒了20万 我把银行卡给舅妈 当初说好的 彩礼都给你跟舅舅 这里是20万 后来 我们房子装修时 舅妈把那张卡拿了出来 这里 面地钱 我一分也没动 你们先拿着用 我跟你舅舅 现在还能管住自己 等以后赚不到钱了 再找你们几个资女药 梁成家条件尚可 婚礼定在省城的酒店 生母可能是老糊涂了吧 居然跑来跟我说 我是你亲生妈妈 到时候 我跟你爸爸上台 让你去给我们进改口茶吧 我直接送她一个滚 仪式那天 私意让我跟梁成 给舅舅舅妈进茶 梁成毕恭毕竟叫了一声 爸 妈 我也跟着叫了一声 爸 妈 舅舅舅妈 不 以此为契机 我便改了口 从此都换他们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当时热烈盈眶 连连点头回应 爸爸握着梁成的手 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妹子 你要答应我 一辈子都对她好 妈妈低下头 从口袋里翻红包 她的头发是鲜染的 但发根还是能看出一圈的白 她把厚厚的红包递给梁成 留住小的时候 不知吃了多少苦 你既然娶了她 就再也不能让她吃苦 晓得不 我眼含热泪 与梁成一起 朝两人磕头 谢过养育之恩 是有生恩 亦有养恩 于我而言 梦见自己在那片密林之中 被无数的蝉蜕包围着 无论如何也逃不出去 后来 噩梦渐渐离我而去 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或许 是在舅舅第一百次 给我带零食的时候 或许 是在舅妈无数次谩骂 却依然为我留热饭热菜时 是他们的爱 是哥哥们的爱 让我走出了四岁的密林 拥有了无限广阔的天空 后继 大学期间 还发生过一些小事 二姐就比我大两岁 我读书时 她在外面打工 我升学宴她没回 但大意的寒假她回来了 她送了我一条银项链 作为庆祝我考上大学的礼物 她一番心意 我便收下了 然而没几天 生母来走亲戚 她说那条项链 是二姐买来给她的 不小心送给我 银项链能值多少钱 她居然巴 巴地拉要回去了 简直离谱至极 项链我自然还给了她 从此对她越发厌恶 我读研期间 赶上妈妈六十大寿 我省吃俭用做兼职 给她买了一条金项链 这就是女儿和儿子的不同 两个哥哥都是直接给钱 不会想的这么细 妈妈骂了我一顿 浪费这么钱干嘛 这项链多贵啊 午饭后她就戴上 在村里到处乱窜 我家留珠 细妹子做事没得章法 天天辛辛苦苦做兼职 就为了买条这么贵的项链给我 我平时也没得机会戴 你看她是浪费钱不 你们家妹子 也给你们买金项链吗 得罪了一大串绳子大娘 生母后来也看到这项链 姐不是给你买了一条银项链 她脸上的笑维持不住 善善走了 我们兄弟三个都走出了村里 爸爸妈妈却留在了那里 除了需要他们搭把手看孩子 他们会在我们家住一段时间 其他时候他们更愿意待在乡下 好在后来有了微信 可以天天打视频 爸爸的微信用不好 妈妈倒是得心应手 每天都在家族群里 发各种冒牌专家的知识 类似 年夜饭有讲究 这三道菜别上桌 家长要谨慎 一个动作避免酿成悲剧 天天喝一口 孩子不及时 孩子啼哭不止 可能是这个在作祟 有次二哥和我都出差 在沈阳居然碰到一起 二哥给妈妈发视频 聊了几句后 他问 我爸呢 镜头一转 爸爸在看新闻联播呢 远远跟他招招手 哪怕身处山村 他也天天关心国家大事 二哥又说 妈 我这次出差跟刘珠碰到一起了 我们正一起吃晚饭呢 只见镜头里小小的爸爸 马上站起来 一张大脸迅速贴在了镜头上 刘珠也在呢 你们在哪里出差 他叙叙叨叨问个不停 二哥快酸死了 爸 你实话告诉我 刘珠是你亲生的 我才是抱养的 那个爸 爸爸不耐烦 你往边上点 你挡个镜头了 二哥差点气死 他吊锒铛的 婚事一直没有着落 妈妈很着急上火 每次打视频必催婚 到了三十岁这年 他总算谈了个对象 是个比他大五岁的学姐 超育 工作能力非常强 收入是二哥的三倍 妈妈不满意 这么大 孩子都不好生了吗 而且你二哥在他面前 跟喀巴狗似的 我都不敢这么拾唤我儿子 二哥横他一眼 我的事情你别管 我追了好多年才追到的 你们要是给我脚没了 这辈子我就不结婚了 结婚的时候 二哥嘴快里到后脑勺了 太好了 我牙扣不好 这辈子软饭是吃定了 大嫂性子绵软 二嫂雷厉风行 妈妈年纪健大后 家族里有什么事 都是二嫂拿主意 妈妈慢慢接受了这个儿媳 甚至在村里炫上了 我那个二儿媳 花钱就是大手大脚 给我买个什么洗脚盆 几千块 买个按摩椅 要上万 我们田地里做事的 哪里用得着这个 带我去买金项链 选一条链子 比狗链子还粗 这要挂在脖子上 脖子都要扭断 会赚钱 也不能这么浪费事故 我总是提醒他 这样下去 可能没人愿意跟你聊天了 他不以为意 他们都这样啊 你张沈子儿媳妇 给他买个金桌子 他跟我炫耀了八百遍 这就是普通的父母吧 他们其实 这也是他们挺直腰杆的资本和底气 跟大姐不同 二姐最后没有听从生母的安排 她跟着自己男友跑了 两年没有音讯 后来过年抱着孩子回来了 生母气得哭天腔地的 骂她不笑 骂她白眼狼 骂她狼心狗肺 那又能怎么样呢 孩子都生了 也不可能再卖个好价钱 只能不了了之 生母也试图从二姐身上搜刮 二姐不惯着她 母女两个关系冷冷淡淡的 倒是啊 姐后来也在省城安家 跟我的走动变得多了 我三十岁生日时 二姐送了我一根金项链 不及你的 原来银项链的事 她一直是知道的 那天我们喝了不少酒 她面色涂红 双目阴晕地说 跟你说一件好笑的事 自从你考上大学后 妈和爸不知说过多少次 说我不听话 不聪明 早知道当初就把我送走 把你留下 二姐说得轻描淡写 可我能想到她 每次听到这样的话 心里会有多难受 我握住她的手 如果我留在张家 考上一中也不会让我去读 更别提读大学读研究生了 二姐你 现在过得也很好 你其实比我更厉害呢 在生父生母那样的洗脑下 她没有像大姐那般被童话 始终坚持了自己 摆脱了生父母 凭着初中学历 有了自己的一番天地 其实 她的人生才值得大书特殊吧 生母对张伟寄予厚望 在她看来 我既然能考上大学 那张伟必然不在话下 毕竟张伟是太子 那必然是集天地之精华与一身 然而张伟连一中都没考上 生母想凑赞助费 可张伟的成绩差得太多 交钱一中也不收 后来去念了一个中专 也是天天吃喝玩乐 毕竟进场后 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眼高手低 一年的时间有大半年闲着 生母生父着急上火 但有什么办法 这可是张家的皇太子 还是得供着呀 我生下娇娇时 张伟还没结婚 生母给她像了好多个对象 最后都没成 或许她会打一辈子光棍吧 谁知道呢 反正跟我没关系 晚安 晚安